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团人 那美股在上个礼拜五其实表现不错 四大指数全面上涨 而且我去看这四大指数 在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 都是连续涨三天连续拉三根红榜 而且NASA是创了三个多月来的新高 费半 道琼 S&P500 都创过去大概两个月的新高 所以美股在这一波确认通膨到顶 开始往回落 七月份升息了三马 并且后面升息的速度可能会开始降下来 那美股就出现一波又一波的非常强势的反弹 但可惜近期的雅股有一点脱钩 其中台股 今天中场指数没有跟涨 盘中甚至跌了113点 中场跌18点 成交量1788亿 就K线上 在这边已经横盘增值了 1234567 横盘增值了七天 所以在这七天其实 有稍微创一个新高 但那个量始终放不出来 多一点 就礼拜五的量 2234亿 算是这一个多礼拜的一个最大量 那除了礼拜四跟礼拜五之外 其他的这四天 成交量都不到2100 所以我想成交量还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这个量放不出来 指数重使持续慢慢的电高反弹 但那钱又不高 所以资金还是只能用一个快速轮动的方式 比如说有时候涨网通 有时候涨IP股 那今天可能就轮到所谓的IPC 就工业电脑 有时候可能会涨到所谓的生计股去 那今天钢铁股表现得又不错 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就是说这些强势的股票 轮到他的时候 续航力也都不是很强 常常说涨一天隔天就休息 所以创高休息创高休息 变成这个盘式的一个特色 主要还是因为钱不够 那当然今天台股之所以相对美股弱势 那为什么人家连续三根的红棒 台股今天还是跌一些 一度跌白点 但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说 美国的参议院的院长 可能近期收会来台湾 那裴洛西女士 这件事情中央大陆反弹很大 所以市场我认为这也有影响 就是可能屏息一旦 因为大陆那边正在做一个 比较实弹的演习 算是有点在做给美方看 但美方也不是说 大陆威吓一下 他就会不来的 那就等于是示弱 所以看起来就是说 美国的参议院长裴洛西 来台湾的几率很高 那市场就会担心说 老共那边是不是会有一些太激动的反应 所以这市场观望也是有道理 所以今天才让只有1700多亿 再加上今天已经入到8月1号 那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5点以后 可在下午到2点半左右 金利科就会先公布7月份的营收 未来一个多礼拜到10号之前 陆续都要公布营收 所以这个也是市场观望的一个点 然后也在陆续公布半年报 所以大家都在等 都在等相关数字 7月的营收 半年报的数字 陆续有一些公司会召开法说 更重要的是要看一看 就是说大家对于下半年的看法是怎么样 这是一个重点 所以最近 最后观望的情绪可能在8月的上半许 大概还是很难 获得一个改善 所以量放不出来的过程 看到就说还是一样个股的表现 那前一天强势的可能隔天整理 但还是要看趋势 就是说如果它的趋势是往上的 整理完之后过两天它又算高 那只是说速度比较慢 但还是要回归到数字上的一个旋骨 那刚提到的经济科 在上礼拜三尾盘拉涨停来到345 那礼拜四最高冲368拉回 那礼拜五呢尾盘拉起来收350 虽然说没有过368但是是创了这一波的收盘价的最高的记录 所以还是算相当的强势 那今天呢又跟着IP股做拉回 中场股价跌11块半收338.5元 算差强人意 因为今天其实这五幅不好 然后以IP股来说 世新今天也非常的弱势 中场跌了48块跌了6.8% 三为二九的力旺 中场跌了80块钱 这里跌了大概6.8%左右 所以今天除了创意是 逆势往上涨了大概接近5% 那其他IP股今天表现其实都并不好 所以经济科在礼拜五是拉尾盘涨了10块钱 收最高今天又吐回来 那我认为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跟着盘式做一个整理 一方面也是在等今天下午的营收的公告 多方都在等 多方也焦虑 很害怕 这个所谓的权利金的论利 是不是又会出现一个所谓的递言 因为它这种IP股 权利金有认没认 在真的开始进入量产交货的那一段期间之前 主要运收都是权利金 有认没认就是差很多 所以大家都会 就是比较焦虑一点 希望可以认进来 空方也很焦虑 你不要想说只有多方在焦虑 空方也很焦虑 因为空方空了一堆 借券加龙券总共3978张 龙券的部分 在上个礼拜五又增加市场 龙券的来到1129张 蔡再创这一波段的最高级 空单一直空 一直空 礼拜五涨了10块钱 照空 然后礼拜五借券 有稍微回补一些 但加起来还是有3978张 比前一天的3990张 减少大概12张 但还是一样 接近4000张 那这边我说多空都很紧张 因为空单它怕的是 如果营收真的入账了 而且我说这个7月份营收 它蛮重要 因为现在在一个 投片前的最后的关键时间点 因为公司早就已经把后续要投片的 包含BT的产能 ABF的产能 封测的产能 金融代工的产能 其实早就都已经 谈的都差不多了 最近上游比较松 所以在谈这些产能的部分 阻碍也会降低 所以产能都谈得差不多了 客户之前产品测试也都完成了 包含处理器的 处理的传输的速度 运作的时脉的表现 在台电的一个协助调教之下 比预期来的更高 更不要说比大陆的相关的 同业的产品 那个性能表现都强的相当多 而且成本又更低 所以这完全没有问题 产品ready 产能ready 就等客户 就是付钱 然后准备要量产 所以才会说 7月份营收 就是很关键 因为 它不在于就是说 它是营收成长 比如说 30% 40% 50% 60% 或者100% 8千万 9千万1亿 或者1亿多 重点在于就是说 后面那个头片 是不是正式启动 一旦启动 我认为就会开始嘎口 就会开始嘎口 因为大陆就是未来四五年 要换8千万台 那 有些客户跟我反映说 老师看起来景气很差 明年看起来景气更差 所以他会很担心 但是我说其实经济科 跟景气无关 因为 它之前没有什么业绩 所以没有什么库存 只要有新的案子 新的订单 这个都是新增的 所以今年可能营收 比如说 七八亿 那明年营收 可能就是到五十亿 那这个营收 是年增七八倍 或者十倍的公司 台湖可能找不到这个家 而且大陆的行政电脑标案 是政府的标案 它是政府要在四五年 换了八千万台的一个 公务用的一些行政电脑 公文电脑 无关景气 所以当大家不好的过程 经济科其实不受影响 当然市场受影响 股票市场受影响 市场差 可能本益比差一点 成交量少 那就不像之前 动辄可能 IP股力望 本益比可以超过一百倍 那现在就差很多 但是当 大家发现 它后续的业绩 不受景气影响的时候 市场资金总是要找一个出口 它要找一个最强的标的 我认为经济科就是 然后美国上礼拜 刚通过新的晶片法案 这个晶片法案就是 针对相关的晶圆厂 在美国设厂的部分 美国官方会予以补助 但它的附带条件是 如果你领了我美国政府的补助 你就不能去 中国大陆做投资 所以包含三星 Intel 台积电等等 台湾的相关公司 只要去大陆设厂 领了一些补助 你就不能去大陆投资 才是针对大陆的 晶片制造的部分 而且又要限制 极止外线之外 EUV 什么的设备 都要限制 所以当大陆的中心被卡脖子 未来可能连14奈米的新的设备 它都进不了的时候 大陆未来的IC设计业者 他真正的一个最好的出口 就是来台湾 找向金利科或者是世新 这种委托设计的这些业者 帮他设计晶片 并且在台湾投片 出给大陆客户 让他们做贴牌 至少就没有说 在中国大陆有一个 生产制程上被卡住的问题 所以美国金边法案对中国不利 但是对台湾的委托设计业者 未来生意只会越来越多 所以这是一个明确的趋势 然后就短线来说 都空的表态 就是等看7月份的数字 在下午的营收 你看我节目的时候 营收应该已经公告了 我现在节目的时候还没公告 我想就是看看营收 那公司对外的说法都是 如果营收客户有付钱 营收有认列 就会做公告说明 那看看就是说 这个是新鲜的案子 或者是后面准备要投片量产 那就看公司的说明 那么就是近代营收 所以营收公告前 我也不对营收做任何的一个预判 就是乐观的等待 然后中探针 礼报长2.4%来到64% 找盘逆势往上 最高来到65.4元 还原全值 最高67% 也顺利的 把这个除息的缺口 盘中把它补回来 盘中顺利填息 然后还原全值67块 是创了波段的新稿 所以在这种电子股 其实 说实在盘是还蛮沉闷 震啊震啊晃啊晃 除息完可以填息创高的股票 表现都是一个多头的架构 下半年包含Apple的订单路需要出 就Apple最近在美股里面表现 相当强势 下半年进入一个产品出货忘记 包含耳机啊 iphone啊或是MacBook 比较电脑全部都要出新产品 所以Apple最近股价强 相关公共链其实股价也是持续在做一个电稿 然后车用的电池的部分跟所谓的充电枪的部分 都有订单 那机器赚一块 毛利率32.8是一个重点 第二季我们估计有一块六 重点在于毛利率有机会上看大概35到36 所以我是强调说今年很多产业 它有一个消化库存跟衰退的压力 库存调整可能短则两季长则一年 很多IE设计的报价从去年高峰一路往下跌 现在货出不掉 杀价新库存 毛利率一下掉了十几二十八下来 从赚钱变亏钱 大赚变亏钱的都有 所以今年就说那毛利率的部分是一个选股的重点 毛利率可以往上的 股价才有创意高的本钱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然后第三季Apple跟车用的电池跟充电枪 都进入拉货的旺季 我预期所有数字都会更好 包含EPS毛利率引益率都会更好 所以股价的强势是有道理 所以总规矩就是说我们坚持只买金银股 所以当盘是你很沉闷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跟聊的都还是数字 这些数字很好的股票 没有错 盘是很黏 混啊 混啊 创高 混啊 混啊 创高好像涨得不多 但可以创新高的 它本质上来说数字都是最强的 那当然有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标股好像很标 但有时候那些股票成交量很小 那没有什么很实质的数字的基本面 那些就不在我们考虑的范围 因为我们加速成员的数量庞大 加总起来的金额也很多 所以我们就只能很坚持买在一些数字最棒的金银股 至少有数字 它有很基础的支撑在那边 你买了不会变地雷股 一旦行情OK了 发现它都会自然就会有一波相当不错的一个涨势 那今晚网通股的雨智 礼报涨2.2%尾盘拉起来 收到拉到74.6% 创了波段新高 今天在平盘附近做一个横盘 中场小跌9毛钱 但股价也是来到波段新高的附近 非常的强势 因为网通下半年非常好 因为Broadcom 网通的IC的大厂 对下半年的财测是相当乐观 这代表就是整个网通产业 它的需求非常的强 去年因为缺IC 客户订单没有办法满足 今年刚好上售下肥 IC不缺了 而且价格跌下来 所以客户的订单一直拉一直拉 下半年业绩越来越好 与此连续三个月的营收 都在历史新高附近 从1.9%跳到2.4%2.5%2.5% 连续这三个月 我估计都有机会赚超过8毛钱 所以第二季可以赚大概2.4% 比第一季的一块21%大概可以增加一倍 这个获利其实已经跟5388的中壘1.29% 第一季 看起来第二季的获利是明显高于中壘 中壘另外一家转投资叫正基 也是网通股 第一季的获利2.42% 股价是123块 所以一季2.4%的股价120 一季1.29%的股价是80几块 但是如果说与此在第二季也来到2.4% 股价只有大概70块钱出头 所以这个就是有很大的比较空间 所以我就说可以先比较中壘 未来如果要比较正基 我认为也是有这个条件 所以还是要回归到一个数字上的悬股 那未来这一个多礼拜 整个市场一来先看 美国的议长是不是要来台湾之外 然后会等待的是营收的数字 财报的数字 跟下半年的一些展望的一些看法 大家都在等相关的数字 那归结到重点就是说 你还是要买金兵股 如果说你选择都是有最好的毛利率股票 银利率股票 最好的EPS的 最好的成长性的 最好的市占率股票 当然这些数字经得起考验 公告完之后 股价自然就向上 那我们先进广告 等等再聊其他的金兵股 好 欢迎回到现场 那以目前看第三季下半年 那我一直强调说 包含网通会强势 车用会强势 IPC就是工业电脑会强 然后一些IP股 看起来第三季至少持平成长 居多居多 金兵科是有机会呈现一个比较爆发式的一个成长 所以大概就是说 下半年会乐观的族群还是指向这一些 其中车用股的部分 我说超级电子股超级黑马股 只有3162的精确 礼拜四涨6%来到45.15 礼拜五再涨4.7%来到47.15 是创了这波的新高 今天是创高之后小小拉 主要是闽石集团 帮他挹注的电池外壳 就是用铝合金做的外壳的订单 未来两三年 超过上百亿的订单 是一个非常大的订单 那他去年的年营收大概3.4亿的人民币 今年在这个大单挹注之下 上看6亿的人民币 明年上看14亿的人民币 所以3.4跳6跳14 3.5乘以4就是14 也就是说两年之内 他要翻倍再翻倍 就是连续翻倍 那其中6月份呢 刚投产今年第一条的新产线 就造就了6月份的营收 单月大增71%创历史的新高 然后7月8月9月第三季 会另外有两条产线要投产 营收只要 现在是因为订单很多 上百亿的订单 只要产能进来 营收就往上冲 所以第三季营收估计 再往上冲 所以连续两年营收目标到翻倍的公司 也在一个很简单的过去的历史经验 在一个比较好的多头架构里面 营收翻倍股价常都涨不止一倍 所以敏持集团其实他就是取消中国大陆A股的上市 订单就是益数给精确 未来我认为精确的表现会非常精彩 另外低价的超强转积股就是301的金号 礼拜四涨3.7% 礼拜五涨8.6% 来到短线的高点 今天是量缩小回 第三季要出车用的连接器跟AirPods 又是Apple的订单 内部的构件 所以Apple最近股价强势 其实相关的零五件都进入一个拉货的旺季 当然平概股不会像过去那么强 但如果说股价位接在低档的 而且下半年要进入旺季的 而且如果说是新的订单的 我认为股价都有机会 随到两大新的订单 营收会大好 那股价才20块钱出头 上档又没有压力 没有压力 上档没有压力 所以说股价超过三成的空间 并不过分 当初如果你记得华福当初20块出头 涨到40块只花一个月的时间 那金号其实跟那时候的华福的价格差不多 我认为都有机会 然后另外还有一档Apple的订单的金明股 礼拜五创高 今天做拉回 拉回是好买点 那下半年要出货给Apple的手机 跟出货给Apple的耳机 明年还有AR眼镜的全新的订单 那股价呢 在历史的低档区 7月营收挑战历史的新高 所以这种股票拉回买 我认为后面的空间都会超过三成 欢迎大家都来交我的LINE的官方账号 搜寻小数STARMASTER 交付之后每天盘中11点多 会有我的解盘的文章 会把盘式的方向 金明股的选股 跟大家做一个分析 同时交付之后留言正一 加另一个电话 就可以得到一档8月份的 最新的虎年新标股 这档Apple订单金明股 祝大家收视频 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评估 并次付投资风险